去年有三倍券 今年有五倍券 不过行政院在发五倍券的时候 真的纷扰非常多 其实包含他们很早就已经 底定说就是要发振兴券 而不是现金 当然在野党认为说 这样是没有办法来解民众的燃眉之急 所以一直不断的喊要现金 但是在行政院的观点 认为现金其实会让民众存下来 并没有办法外出消费 进而刺激经济 所以早就已经决定好 就是要发券的形式 那现在这五倍券发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有疑虑 包含了台北市议员 国民党的张思刚 他认为政院坚持要发五倍券 而且苏奎找了自家立委沟通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 印制五倍券的版都已经做好了 甚至他也爆料说 业内人士说五倍券的 这个印刷用纸在欧洲运回来的路上 已经快到台湾的港口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认为说 这个坚持发五倍券 就是有一些内幕产生 那财政部这边是说 纸钞的纸本 其实本来就会进口 那现有的是 其实也够印 1600万份的振兴券 所以他认为 像是台北市议员张思刚说的 完全不是事实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